看影片之前提醒大家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 前国家元首苏丹阿都拉 那究竟有没有发布过预令 让前首相纳吉居家居留呢 纳吉的代表律师说有 巫统主席阿莫扎西也说有 那到底有还是没有 到现在为止 首相安华跟团结政府里头 还没有人出来澄清过 也因此呢 让团结政府的诚信受到质疑 而不少评论认为 为了不让安华的改革议程 看起来像个笑话 其实首相安华呢 应该要出面回应这件事 但安华今天却表示 他不愿意在这一件事上参与讨论 那大马人民之声 苏阿莫扎西金董事 塞文多莱沙米 在接受网络媒体的Vibes访问时就指出 安华在这个问题上保持沉默呢 会给政府带来不好的影响 他说该组织并不反对居家居留的御令 但是他们不认同用这样的方式 来对一名贪污的政治领袖 那如果政府真的要打击腐败 他们就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 人民之声创办人柯嘉迅 在受访时也表示 如果纳吉或准离开监狱 那肯定是对安华的改革呼声的嘲弄 那这会让马来西亚呢 看起来似乎是没有法治之地 同样的政治分析员西索木丁呢 也认为首相必须要针对这个问题 给出明确的答案 那到底这个附加御令是否存在 这不能够让公众盲目猜测 虽然面对各方的质问 但是首相安华今天在被记者追问的时候 也还是坚持地表示 他不想参与相关的讨论 来看一组国内快报 首相安华今天出席周五祈祷后 向媒体表示 他不想卷入前首相纳吉 居家服刑特帅令的讨论 他说这属于赦免委员会的管辖范围 国家元首和马来统治者有绝对的权利 而各方都应该接受 并集中精力确保安全和加强稳定 令政部长赛布丁指出 令政部目前确实正在转向 人脸识别或调形马的方式 以便简化和避免边境关卡发生拥堵 他表示 旅游业是一个蓬勃发展的领域 需良好的设施支持 以迎接大批游客 因此我国需要一种便捷和安全的方式 让游客入境 滨州关税局速读组接获情报 在滨城甘密山 一个围离住宅区内潜伏8小时 并在大树下发现两大袋 共有30包关宁王茶袋包装的冰毒 估计重达30公斤 市值超过96万令吉 而警方将援映1952年 危险药物法令 以39B条文来调查此案